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梅的生态小院 有机种植当然离不开堆肥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我是怎样利用家里的厨余垃圾 菜地垃圾,便废为宝的五种堆肥方法 这第一种方法就是高温堆肥法 这是我的堆肥箱,家里80%的厨余 绝大多数的报纸书信,一些收集的树叶都在里面 干料,也就是碳元,和湿料,也就是蛋元的比例 大约为3比1,因为有盖子 所以可以防止野生动物来翻动 虽然现在湿外温度是37华氏度,也就是14摄氏度 而堆肥箱内的温度是可以达到110华氏度 也就是说43摄氏度 夏季的时候气温会更高 高温能够杀死很多的致病菌 所以绝大多数的清理菜地的垃圾也都在这里边 我一般都会经常适当翻动一下 这样可以加速堆肥的进行 翻动的目的是保证里面有足够的氧气 就像我们呼吸需要氧气一样 里面的耗氧细菌也需要足够的氧气来进行耗氧消化 以保证所有的物质被完全分解 如果没有足够的氧气的话 厌氧微生物的数量就会增加 有机物的降解就会不完全 就会释放出恶臭的气味 第二个堆肥箱里就是已经完成的堆肥 这种方法产生出来的堆肥 不仅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 最重要的是将大量的有益细菌 带入到土壤中 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 改善了土壤结构 第二种堆肥方法 就是把收拾菜地的残余枯枝败叶都堆放到一起 一般量比较多 秋季的时候我会收集大量的树叶 把它们集中堆放在一起 它的缺点就是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一般也不需要来翻动它 日子久了就会降解成很好的腐质质 这种方法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要保证它有一定的湿度 如果太干燥了根本就不能降解 干花就是一个很好的实力 这种方法虽然看上去跟堆肥没有很大区别 但其实它们的原理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这些原材料主要是以碳元为主 就像是树叶树枝 它们主要以纤维素为主 而降解这些三维素主要的是真菌 而不是细菌 所以这种方法产生出来的堆肥中的主要菌群就是真菌 而有益的真菌会和一些植物的根系绳成共生关系 帮助植物在更大的范围内摄取营养物质 所以是一种非常好的改善土壤的物质 第三种方法就是堆肥种植一体化 以前做过一个详细的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它的特点就是底部利用三明治堆肥方法 填充大约三分之二的厚度 上面的三分之一放上种植土 种上植物 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 底部的厨余 枯枝败叶等有机物质 也逐渐被降解掉了 从而转变成植物的营养物质 它们的降解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用各种混合微生物 耗羊菌 燕羊菌 针菌 蚯蚓等的共同作用 家里修剪下来的绝大多数的树枝 都填充了在这些种植箱的最底部 最终它们也都会被降解掉 特别适合春天和夏天来进行操作 第三种方法就是蚯蚓堆肥香 就是用家里的厨余垃圾来饲养蚯蚓 经过蚯蚓体内的降解消化 排放出来的垃圾粪粪就变成了一种极好的肥料 一般我把它放在室内 家里的碎纸馅 咖啡渣 切碎一点的瓜果皮 碎菜叶都可以作为食物 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家里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最底部一层收集起来的这些黑色的液体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液体肥 稀释之后可以用来浇花 我以前做过一个摄理蚯蚓堆肥香的视频 链接在说明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五种也不算是堆肥了 是一种液体肥的制导方法 就是confer tea 紫草茶 我将种植的紫草叶子收集起来 放到一个底部带孔的桶里 下面再放一个不漏水的桶 紫草能够负集很多的营养元素 它的叶子降解的速度非常快 降解之后里面的液体随着雨水的冲刷 就会汇集到底部的桶内 这些黑色的液体里面含有丰富的氮磷钾肥 将这些肥水收集起来 吸湿之后浇地或者当作液面肥来使用 都非常好 有时候我也将蒲公英 三叶草 还有一些杂草放在里面 以增加更多的营养元素 这五种方法就是目前我采用的制造肥料的方法 目前的量加上偶尔添加一点鸡粪 牛粪 草木灰等 一般就能够满足菜地需要了 以后有机会会对每一种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 自从开始堆肥以后 家里所有的可降解的垃圾 实现了在自己家内部的循环利用 变费为宝 真正进入垃圾处理厂的量就非常少了 变相地保护了环境 大家不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合适的堆肥方法 保护环境 电费为宝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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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